8月11日,火箭队突然官方宣布了一笔签约,但不是奥运三冠军王加十届全明星超巨安东尼,而是一名洛选秀天才。 火箭官方宣布,同洛选秀罗伯格雷签下了一份合同,但这是一份训练营合同,等于只是给了他打击前赛的机会,具体能不能抓住机会,就看他自己的了。 格雷今年24岁,身高1米85打空位,此前他在休斯顿大学打了三年比赛,因此火箭队他非常了解,格雷是休斯顿大学的王牌得分手,场均能拿到19分加3篮板加3助攻加1抢断。 今年夏天格雷也入选了火箭队的夏季联赛阵容,和周琪、梅尔顿等人一起打过夏季联赛,签下格雷,意味着火箭队为当家巨星保罗,锁定了第二个接班人。 第一接班人是46号新秀梅尔顿,梅尔顿和格雷都是控球能力比较强的球员。 上个赛季火箭队隐恨西绝,其中一个关键因素就是保罗腿筋受伤,导致火箭最终只能以哈登、戈登、塔克、卡佩拉、格林、阿里扎六人作战。 这次火箭为保罗准备了双保险,如果这两人中的任何一个能打得出来,即便保罗再次受伤,火箭都不怕了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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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